感恩师父,我是从印尼来的,我的先生54年头休息,数舌的,54年数舌的,想看什么? 我的先生到这个肺癌,你用不着讲我就看到了。 一个女的老太太,在她的肺上面,这个老太太,很快要投老虎了,一会儿给我看到是老虎的脸,一会儿看到是个老妈妈的脸。 是的,我的家娘,幸福,已经去世了。 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她现在告诉我,她回来看过你们,做过梦。 给你们脱过梦的? 没有。 有一天,你们,我不知道是你还是她,醒过来,一个黑影子在边上,就是她,要变老虎了。 我看什么时候投胎啊,还有八个月。 她要投胎啊? 嗯,就是说投老虎啊。 投老虎。 你赶快给她念嘛,不念的话,她一直在她身上。 我的先生已经念了140张。 不够? 不够,几张。 我告诉你,现在已经让她这个出问题了。 听得懂吗? 她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 我的先生啊? 对啊,记性很差。 你问她呀。 是,是,是,是。 是不是啦? 是的,是的。 什么都记不住。 第一啊,第二,让她前列腺,小便不好。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一定是五年了。 啊,看见了吗? 她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明白了吗? 还有,她的腰也不好。 腰,在后面上。 腰,右面,右面,明白了吗? 好。 其他没有什么。 你的先生呢,劳碌命,非常的劳碌,非常的好,对你非常的好。 因为你讲什么,他就听什么。 是的,是的。 你一点都不凶的。 他主动听你话的。 你整天骂他呀 呱呱呱呱呱呱 以后好好改了 骂人的时间 好好念念经就好了 呱呱呱呱呱呱的 听得懂了吗 他要放生多少 他要放生啊 他要放生 四千条鱼 他已经放五千条 他要放四千条 好吗 他真的很好 他这个人啊 一辈子没坏脑筋的 老老实实的 他的那个病能够好吗 哦 他年轻时候有杀业 他杀掉很多的 鱼啊 虾呀 他杀很多 他吃了很多 活的 看见吗 赶快念掉 而且每天要念三遍到五遍 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文 好吧 七遍了 七遍了 对 不要七遍 五遍够了 七遍再多 激活了 他现在几岁啊 六十四岁 六十四 数什么 十啊 十啊 几几年的时候啊 五十三年 但是他是五十四年头 六十几啊 六十四 你叫他熬过 九个月 熬过就是要度过 度过就是过了 过了九个月 过了九个月之后 他还有六年时间 如果这个九个月过不了 他就白白了 所以你要叫他赶紧 好好地许大愿 明白了吗 我现在看他的肺 这个癌症扩散的不是很快 有一点点 明白了吗 有 你叫他不要再喝酒啊 不要做任何事情了 没有酒 要许愿吃全素 哦 许愿吃全素 还没有吃啊 他 初一 四五 你要不要命啊 你现在记住了 你答应他就可以了 回去将军叫士兵 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 你现在答应他吃素吧 吃不吃了 你想多话 吃吃 好了 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要叫你 你要跟他一起吃素 才能救他命 哦 好好好 好吧 又度了两个人了 快吧 我跟你说的 他的小房子要几张 小房子啊 小房子你要念 六百二十七张 六百二十七张 就可以把他肺当中的癌细胞慢慢的弄掉 一般的 一边的要做一些治疗 一边的要念经许愿放生 明白了吗 好 他真的很好的老人 我看我看他很干净 他现在就是走的话 他也不会到很到地狱里去的 他也是投人 就是说他再投胎的话 他会投一个富贵人家的女人 听得懂了吗 他因为你说他像不像女人了 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 人还没死之前 这个样子已经看得出 他是投什么东西了 你看在医院里 很多人死的之前 他就会 比方说要投羊了 他就会痛的时候就叫 他就叫得像羊叫 如果这个人要投牛了 苦啊痛啊 他就投牛了 听得懂吗 你现在先生 一辈子像女人一样服侍你 照顾你 你像男人一样 所以下辈子他就投女人了 你麻烦了 你现在要好好地照顾他 帮他念小房子 吃全素 他一定会有救的 我刚刚已经给他加了一点了 我可以给他加了半年 我不能有太大的权利 好吧 因为他吃素 我给他加了半年 好不好啊 我有一个 二月份 二十三月份 师父在新加坡的时候 他晚上有梦到 梦到我了 看见了 还长得法生厉害呢 师父放抱着 他这样 我抱着他 然后呢 跟他讲好话 但是我问他什么话 他说 记不起来了 那这种加持 所以最厉害了 我从来还没这么加持过人家 他有救了 你放心好了 OK 师父抱过他们 他肯定的 这个不止半年了 看样子 你好好的 真的不要再杀业 不要有杀业了 好不好啊 谢谢 谢谢师父 没问题 还要注意 他的 我刚才说他的前列腺 你要让他要吃牛黄解毒丸 好吧 一定要让他吃 他身上毒气蛮重的 他有一个眼睛啊 看东西啊 有点不好 是的 是的 他已经 已经 已经 看不大清楚了 白内脏啊 动过手术了 还不好 我讲的对不对啊 挂号都不要挂号 明白了吗 这个他 刚才我们要念给我的家 他们全部写上去了 好吧 谢谢 还有你家里 把一个共祖宗的牌位拿掉 哦 他家里啊 我看了你们家了 你们家除了一个佛台 编上还有一个共祖宗的 我没有佛台啊 还没有装佛台 那这个是什么 你们挂了一个菩萨像还是什么 进门的左面 有没有挂了菩萨像还是什么 左面 这个他在那边念经的时候 他有一个像 看见了吗 看见吗 逃都逃不过的 我告诉你 有菩萨来了 赶快烧香 记住了 任何菩萨像不能供在那里不烧香的 很多人卖古董的 把自己古董放在那里 说天天看 你如果不烧香 这个菩萨像就会有其他的灵性进去 他进去 他就会搞你们家里 听得懂吗 赶快设佛台了 保保他的命了 台长已经抱过他了 你还不给他设佛台 谢谢 谢谢 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感谢 感谢观看